大家好 我是Stan SN KOREA 节目模仿了以职场霸凌问题参考人的身份 出席国会国政监察的女基斯成员Honey 而遭到部分网友们的指责 甚至认为这是 在10月19号公开的SNN中 演员吉恩 模仿了Honey在日本东京演唱会上穿的服装登场 并演出了遭受职场霸凌的情景 也模仿了当天与Honey自拍而引起争议的片段 然而节目中 将越南与澳洲人Honey略显生疏的韩语发音作为笑料 引发了种族歧视的争议 此外 由于Honey出席国政监察 是为了讨论职场霸凌问题 将此作为笑话的行为被批评为非常不妥当 因此SNN故意模仿外国人Honey不太流利的发音 或夸张地描绘他哭泣的样子 让部分网友们觉得 这是对Honey的嘲弄 种族歧视 从而引发了愤怒 目前许多粉丝们在论坛和SNN上 要求SNN方面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撇开其他不谈 模仿外国人不流利的韩语发音当作笑料 这就是明显的种族歧视 在国外 这种事情早已被视为禁忌 如果韩国人在国外看到自己的英语发音被当作笑话来用 也一定会感到很生气吧 那为什么在韩国的节目中 还会把这样的事情当作笑料播出呢 写这个剧本的编剧 毫无思考 只顾演戏的演员 还有拍摄这些内容的工作人员 真的都是一样的人 SN之前也恶搞过迷尼锦 庞西尔汗的Serapi 甚至连黑杯有利沙的一般人也模仿过 这都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偏偏到韩你这里就不行了呢 内容其实还比以前几位亲了不舍 但为什么就这么不行呢 那跟那些嘲笑亚洲人眼睛的外国人 模仿秘眼的动作有什么区别呢 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意图在模仿 到底哪里好笑呢 我本来只是觉得 是在用平时热门的话题当作梗来用 没想到让这么多人感到不舒服啊 这让人心痛 没有公司保护的女巨子 以后可能会在各个地方 被这样不断的攻击和批评吧 没有讽刺的模仿只是丑话罢了 其实在昨天的影片中 SNN除了Honey 也模仿了在亚洲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Hengal 因此纸子的声音就变得更大了 所以对于SNN模仿Honey的片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 10月18号 Blackpink成员罗杰 与Bruno Max合作的新歌Apat 在韩国各大音乐榜上 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突然公开的Apat MV 在公开后排名迅速盘升 一举登上了YouTube热门影片一位 目前已突破了5300多万的观看 在美轮TOP牌榜单上登上了一位 这里的Apat 是韩国人在大学聚会或公司聚穿 总之是喝酒的时候会玩的游戏 参加者围成一圈坐下 随着Apat Apat的口令 双手交叠模仿堆叠的公司结构 其中领头的一个人喊出楼层数字时 参加者需要按照指示 从底层开始一层一层将手抽搐的游戏 据了解 罗杰是在与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一起玩这个Apat游戏时获得灵感 并由此开始创作了这首歌曲 而这首歌有几个片段 是韩国人非常喜欢的部分 首先是弹吉他的片段 不可疑是K-pop 连弹吉他也是刀群舞 罗杰随意地抢走Bruno Max的墨镜 被Bruno Max射出的丘比特剑击中后 倒下的罗杰 挥舞着韩国国旗的Bruno Max 戴着星星眼睛 唱着Apat Apat的两位巨星 亲Bruno Max脸颊的罗杰 完美结尾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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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